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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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就是另外再打結 起線再重新編制 那我們現在要編制的是 在這個4米的珍珠上面 我們要來加6顆 這個地方要來加6顆的 3米的珍珠 那我們一樣 由這個4米珍珠 跟它的日本小珠 中間 這個4米珍珠的上側 這個 跟日本小珠中間的 這個位置出來 那我們直接 加 3米的珍珠 因為起邊的關係 我們還是只加1顆 要再回穿一次 那因為這裡如果有一個 縫隙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回穿這顆新的3米珍珠之後 我要回穿到 由背面到4米的珍珠的 最後一顆的位置出來 再前進 4米 以及3米的珍珠 這樣子它可以更有連結在一起的感覺 這樣子 那一樣就繼續再加 總共要加6顆的3米的珍珠 在這個上側的地方 那一樣我們穿到這個 底端這裡的時候 然後這個6顆的3米的珍珠 結束之後 我們一樣是編這個 12米的日本小珠 但是我們要在 這個前面的一顆 12米的日本小珠 大概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停下來 直接前進12米的日本小珠 以及這個6米的貓眼 還有一顆12米的日本小珠 然後再繼續編這一側 那邊編左側的時候 一樣要目測到 這個6米珍珠的 那個3顆 6顆3米的珍珠的位置的高度的時候 我們一樣要來測試一下 像剛才這邊測試 我們要加幾顆日本小珠 然後來去做結合的動作 那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外圍的部分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記得中間這裡 這個地方是有前進一顆12米 跟6米的珍珠 好這邊左側也是一顆12米 然後再一樣編制到這邊來 那結束前也是一樣 要再有前進最後一顆的3米珍珠級 第一顆的4米珍珠 然後再穿到背面去做結束 那結束之後呢 我們另外拿一條線 或者是說你要把線打結之後固定好 從這個3顆6米的貓眼的這個1顆跟2顆中間 應該是說左側珠跟中間珠的這個中間的位置出來 這個位置 等於是在這個中間珠的這個貓眼的正下方 我們要來看看是不是 因為這裡感覺有一個缺口的感覺 那我們要把它補起來 讓它呈現比較遠古的感覺 視覺上 那我們來試看看這個位置 這個兩個縫隙之間 這個中間珠的這個貓眼的正下方 我們可以擺放幾顆的日本小珠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加5顆的珠子試看看 這個空間是不是擺得下 那差不多 好 那我們就來做固定的動作 那我們一樣是不要一次5顆 我們就分3次來做 那第一次加2顆 因為這裡比較四字 那我會建議各位1顆1顆加 或者是2顆1組這樣子的方式來加 沿著那個中間的那顆貓眼的下側 所以加2顆之後回穿1顆 再加2顆 再回穿1顆 加1顆 加拿1顆 加 repertoire 加3顆 去 4顆 但我覺得細巧 先 下 加5顆 每个人编的距离不太一样 所以像我这样子 我会再做第二层的12年日本小猪 就是在刚才的这一颗外纹 外侧 再多一圈 那我就可以从右侧的这一颗猫眼的底下 这边出来,在下面的地方出来 然后我一样来测试一下 看看那个视觉效果是不是我要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加比较多颗的日本小猪 可能这个距离,刚才我们加5颗 那这个距离应该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我就直接来加个7颗试看看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距离 可以塞进去多少颗的柱子 所以我们先加7颗再来做增检的动作 那我要的是这样子 在这个外围 这里 可能要8颗 这样子 我要圆着7颗左右差不多 那这样子的感觉 就会比较圆弧一点点 我要让作品的感觉是完整的 不会觉得这里缺一角 好,这个是底部的地方 那我们就一样把这7颗柱子把它固定上去 那一样两颗一组,两颗一组加,最后加一组 然后再去做收线结束的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简直到这里 那剛才我們估算的時候是7顆左右的距離 可是現在這個看起來應該是可以放到8顆的 所以我們一樣直接加2顆 再加2顆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看那個位置先擺上去 因為這樣感覺還缺一口 所以我們直接加8顆 這樣比較圓滑 記得要做結束 記得在編制的時候 這個已經算是最後一圈 最後一圈的這個線 尤其是在縫製的時候 不要往外擴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來剪這個 不織布的時候才不會把線不小心剪斷了 然後我們在背面去做結束的動作 這裡 你看我的 就是這個外圍 等一下剪的時候要注意不要去剪到那個線 好 一樣我會在前進這個不織布 然後再由剛才前進的那個半幕中間 再往突珍的地方出來 把它鎖一次的意思 然後我們這樣先剪掉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跟底部把它結合起來 好 那這個剪的時候就很重要 這個剪刀剪的方向 不可以往內縮 不可以是斜向內側 不可以是這樣子往內斜 像這樣子 好我剪到這邊來 要圓著這個邊緣 垂直的剪 垂直 剪刀跟柱子是垂直的方向 所以你會覺得正面看起來 好像還有看到一點點的布 垂直的感覺 那在這裡 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這樣過來 圓著柱子的邊緣角 垂直 剪刀要放垂直 不可以放斜的 如果是這樣子斜的 你的布就會內縮 就有可能會剪到線 所以剪刀跟布的 那個角度是垂直的 然後圓著這個柱子的邊緣剪 那這是我們正面的部分 那我們還要再剪一塊 就是它的底部的部分 那像這個布子布很大塊 那我們就可以先大概的剪一下 我們要的範圍 才不用那麼大塊貼起來 這樣很不方便 因為你要轉圈圈慢慢剪 那我們把它剪成這樣子 就是比較適合我們手拿的大小 那這個布子布呢 它正反面並沒有非常的明顯 那等一下我們整個作品完成之後 這個會是正面看得到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 這個第一塊布子布 我們背面有很多縫線 那這塊布的作用 最主要是把它遮醜而已 所以它會看到這樣子這一面 好 那正面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稍微的把它剪一下 圓著那個第一塊的邊緣 把這個布剪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就是怕這個布跑掉 在開始剪之前 我們在這個中間 先黏到黏上一點點的白膠 在這個正中間 你們在做的時候先黏白膠 才不會像我這樣拿起來 又要去做那個位置的密合的動作 可以先把這個先 但是只要中間就好 邊緣不要 邊緣因為我們還要縫合的動作 那這個用意只是在 將我們的那個第一塊布子布 跟第二塊的布子布 稍微做黏合的動作 免得你剪開來 再去縫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是會跑掉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先黏好的 再來剪 把它兩塊貼在一起 再剪 你看像這樣子就有正反面的問題 就要特別的注意 所以你們做的時候 要先在第一塊的布子布 背面先黏白膠 再把第二塊完整的布子布 貼上來之後 再去剪 這樣子的話 它才比較不容易跑掉 因為我們現在要來做縫合的動作